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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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遇到了这个怎么解脱出来 当我们遇到的时候 你怎么去安住在什么样一个境界 心态里边 然后让自己不再受他的打扰 就是否则会辛苦的 是啊一辈子真的不知道遇到啥 家家有本来有本来有本境 就是每一家都是 有时候有很多事 不是我们看眼前就能开开的 觉得怎么会这样呢 这个人怎么这样 那个人怎么会这样 他怎么能这样对我呢 或者是很多事 或者我这么善良 这么 为什么会遇到这种等等 很多就会纠结 还是有时间多看看 不管有没有事 我觉得佛学都挺好的 嗯 看一看 然后你就算没事说很幸福 也可以看一看 万一有事的话 我们就自己能够承招 或者是来过去 或者遇到事就不行了 事情团承招 是吵那种 空鼻子 觉得真的是就很辛苦 很多负面的信心 尤其现在很多负面的东西 一旦他留在我们 住在我们心里 我们就真的是 怎么也幸福不了 开心不了 就拥有什么也觉得不开心 好像受了创伤 学佛的东西就可以清理这些 垃圾 就有能力清 你不是清理东西都有能力的 不是说我觉得他不好 我不要他了 你就能把它从你心里拿出去 不是 需要能力的 需要能定下来的能力 指啊 清除啊那些 我说到就做到了 就放下 那就是修行 修正佛法 就是修 我单纯的说看看他不行 看的目的是最后我能做到 最基本的就是 嗯 能清理自己 清洗少的垃圾 我跟医生讲方法的吗 嗯 他有法嘛 只有方法就是方法 比如修财定啊 打坐啊 或者是什么 持受名号啊 其实这些都是一些方法来的 你不要 你以为 持受关系 菩萨名号 持受佛的名号 是一个 好像就像念佛一样 不是的 他是很专注的 他不是要坐着你 那如果是很散了的 他跟我们聊天没什么区别 但是他是坐在坐地上 很专注的 持全身心的静下来 就持一个名号 全身心的关注这个名号的时候 那个效果是不一样 嗯 然后 当然说 另外的说 加持是另一方面 但是你自己就开始 是能够停下来 不乱想了 停下来就 就是你 这个是培养能力的 嗯 就是子的能力 你能子在一个 一个念头上 不想很多 咋念 其实我们是东小西想 你知道你东小西想 一般想啥吗 一般想过去那些伤害 然后未来那些恐惧 你不会想好的 一般人都是 因为他纠结 他开心快乐的时候 很容易就过去了 像风儿一样就飞了 剩下的就是那些 过去那些伤害 还有未来的恐惧 这叫过去心未来心吗 那一想这些 当下你就在受苦了 是不是 你已经没好日子过 未来那么多担心 过去那么多伤害 就是 但是你能死在一点上 比如说你念个阿弥陀佛 全身性的 关注在一句佛号上 不动 你慢慢天常修炼 然后你就当下 我吃饭的时候 我就不想那些 就是那些 那些杂念就不会来干扰你 虽然那些尸体 并没有解决了 但是它不会影响你 当下我吃得想 吃得饱睡得想 我睡醒来再想 我当下我吃饭的时候 我不想 我说不想就不想 但是你没有这个工夫的话 你说不想 它就在想 因为它的意识 因为我们只要活着 它的意识就是不断地流动 过去留下未来 过去留下 叫过去心未来心 它就不断地流动 但是如果你有指的定 指的定力了 指的定力的话 你就坐在 安住在这说 我就关注当下 我现在想有什么用呢 没解决问题 就像现在 我们俩这半小时 假如你坐在这半小时 那这半小时 你为什么不能开心呢 这半小时 是没有任何东西 打扰你的 是吧 这个世界 你又回到了原点 就你一个人啊 就你一个人坐在这 而且在喝茶 吃东西啊 而且这个早甜的 你为什么不能享受这个早呢 就像回到了早园这里 都满足的早 你只是在吃早 然后喝茶 然后我们在聊天 剩下的这个世界都不存在 过去你的过去 未来都不存在 你为什么不能活在 当下这半个小时 能活成这样 因为这半个小时 你都在很多 过去未来的很多煎熬里面 那些东西像 红柳一样的冲击 因为焦虑 会烦躁 会不安 会觉得 看不到光明 看不到温暖 看不到爱 什么都看不到 就是说 休息 如果你最起码 你修一点指令 就可以达到这种 这半小时 你是幸福 哪怕半小时以后 可以压着你走上行场 所以你真的是盼了时间 半小时以后 哎呀 我不行了 这家 那面对那 那当下 恐惧就恐惧了 但是半小时以前 你可以活成那样的 这就是力量 这就是定力的力量 子力的定力的力量 当然说 它这个还不是福 还没有解脱 就没有看破生死 没有看破生死 没有看破这个世界的很多事 看不到 看不破 但是可以活成那样 这就是最起码的 一个小小的修的法门 都可以达到 只要你按住行销 可以培养出来 它不是迷信 不是说 哎呀 你坐在那儿没事了 就你每天念佛 你没事了 我就喊 喊释迦牟尼 好像喊了释迦牟尼 我就 能怎么试的 不是 它是修力量 修一种 仔细砸念的力量 如果你那个力量不出来 你喊它有什么 它是培养那种 比如修观呼吸 念佛号 识咒语 或者打坐 排着腿不动 如如不动 安坐 这些都是 要培养力量 每天 很多人每天拿出十分钟 二十分钟来去打坐 然后你再看佛经 看佛经告诉你 哇 这个世界是虚妄的 你也是虚妄的 你的念头也是虚妄的 然后那么你是谁 你在寻找学校 你是谁 从哪来的 要到哪里去 来到这个世界上 难道你就是来 咬家 咬孩子 去照顾孩子 你有没有其他的 事要做 你为什么来 你当年投胎的一刹那 是有什么投胎的 来了为什么 你寻找到了没有 你这一生 有没有使命 怎么过 从来没有考虑 好像从来就是 已经一来就迷在 这个世界的 公共候选 就是我的角色 我不舒服 我不开心 你负了我 或者我负了你 或者是离别伤 伤害等等 然后呢 孩子上有父母 下有孩子的纠结里边 就这些事 难道你来就是做这些事呢 这就是佛学 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你是谁 就是佛学里边找的问题 就是说你心在哪 你的心在哪 就是你是谁 这都是佛学里边 到最后 经典里边告诉你 你再看经 然后你就 哦 就全部试 就放下 就是这样 休息 然后就是打打坐 然后就配合你这种 界地理论 这就是休息 修这佛法 其实就这么简单 没那么难 如果感兴趣 可以休息 那师傅 你入门 没问题啊 你可以看看 网站啊 天天也行 可以交流一下 就互相交流 互相有时候需要鼓励嘛 自己修不下去了 他说 哎我没事 我可以的 你会从别人那儿 吸取到力量的 觉得他能 我也吸 哎妈妈 其实是 其实同修就是这样的 你走不下去的时候 你觉得他能 哎你觉得他能 我也能 就好像就 就鼓励的 走下去 或者你有一点收获的时候 他觉得 他就觉得很接 或者是一些赞赏 你都会觉得 对你是个鼓励 同修嘛 然后不明白的是 去找老师 老师帮你解决 嗯 但要慢慢地去了解佛在说什么 因为你要是学佛的话 你要了解佛 到底佛是个什么 是不是 他说了什么 他在做了什么 他有什么样的魅力 他为什么知道我去叩拜 我叩拜的时候 我要不了解他 我那个叩头算什么 嗯 你都不知道 大家都叩你也叩 是不是 你心里边的我慢是放不下的 你还是你他还是他 你凭什么需要他 你凭什么心甘无起投地的 要给他礼拜呢 他好在哪里 是不是 他为你做过什么 直轮你那样去改 去付出 去放下你的东西 去追求 很多东西 你要看清楚的 当你看清楚他的时候 你就不一样了 你做每一件事情 在佛学里边 修这个每一点 你放下的 不管你为他去慈悸 去放下七七六一 放下任何东西 你都无悦无悔 因为那不是说为他在做 你会知道 那是为我在做 为自己 就像那小孩子 他去忍受一些学校的纪律 去忍受说早早早早的上课 不睡懒觉 不看网络 不招练 他是为了他最后的成 自己孩子 自己 他不是为老师做 佛学也是 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你自己做 包括扣那个头 都是为你自己扣 因为你在做那个时候的 不一样的 包括说 学的手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